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是它预示什么呢? 即是它在业务来说 希望有一些新东西 以及它有一些未来增长的能力 可以去看看会有机会 因为近期来说好像爆出 连德时代的一些客户 它又有一个想赚到其他的 找一些支持者 如果它这段时间又看到它又做得到 好笑的技术又可以 接到客户的单位 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都很正常 人家给你单位 压力得虚弱 你又不是很稳定的话 至于你要分散一下风险 如果審客吸收到一些大客户 如果它又出来公布一下 相信股价有机会受到支持 但这是一个憧憬 短期就要观望 只不过它始终是有一个电池的业务 在未来来说 我觉得新能源车 其实依然是会 依然的需求都会很大 对它来说 未来的业务的需求 应该是有一个值得憧憬 短期 看看有没有机会上望回去 之前做过的阻力 130.8这些水平 如果破得到的话 因为你今天 走出来最靠近的过程位 才破完 如果你破得到这个位 才上望回去140元 甚至乎在早前做出来的高位 155元这些水平 看看有没有机会到 短期 短期来说 如果它真的失去 这些再充不了上去 这些环行距离的低位 也先移开 因为这个是110.2 即是接近110 这些水平 我觉得110 或者你失去 这个也很近 109.1 因为下面其实也是很虚的下影线 所以你先看110元这个位 或者你真是想很正确 你才认为109.1 因为这个其实是黏密岛 那些水平 你也是大概在1成附近 然后你博拼去 看看有没有机会 慢慢压回上去 其实我觉得有一定的憧憬在这里 很明显